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是否变得更强呢 它的传染性更强 那么它的传播力更强 它的隐蔽性更强 那么它的潜伏剂更短 疫苗接种是否对奥密克戎还有效 这个第三针对这个奥密克戎是否管用呢 全种免疫完成以后呢 过了六个月 它的抗体就会逐渐的减少 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接种疫苗吗 我们的基础病 这按疫苗有什么影响 也不太清楚 健康朋友圈特别企划 奥密克戎权威解答 热点关注不容错过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白杨 由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国内外防输入的风险和压力持续存在 健康朋友圈联合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特别企划 奥密克戎权威解答 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是否变得更强了 疫苗接种是否对奥密克戎还有效 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必须要接种疫苗吗 你想知道的都在本期节目 带着所有的疑问 让我们掌声欢迎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姚文青 让我们掌声欢迎 姚老师 姚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请来了我们的姚老师 来给大家吃磕定心玩 那说到这个病毒变异 能不能帮助大家简单的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一直听到这个新冠病毒一直在变异 从我们熟知的德尔塔到奥米克戎 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变得厉害了呢 那么自从2020年这个新冠病毒出现以后呢 大家知道从我们的武汉猪之后会出现了 阿尔法 北塔 伽玛 包括德尔塔 现在奥米克戎 那么出现了各种的这样的一个变异 那么它的变是永远在变的 不变的是相对的 那么大家很关心现在这个奥米克戎的问题 大家知道目前全球 包括我们的国家呢 都是以奥米克戎这个毒株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病例 目前奥米克戎呢 已经在全球取代了之前的德尔塔的这个毒株 成为全球流行的主要的这个毒株 那么奥米克戎呢 它有几个特点 首先就是说它的传染性更强 传播力更强 隐秘性更强 潜伏期更短 这样的话呢 使我们就是面临的这个风险压力和挑战是越来越大的 那刚刚听了我们杨老师的讲解过后 我们大家也明白了 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变异呢 它是一种常态 大家呢不需要过多的关注 而更多的是要把这个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控和提高免疫力上 只有提高免疫力和防范意识了 病毒才不会入侵 这个免疫力低的这个人 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 那么他有一些慢性病 糖尿病包括还有一些肿瘤的这样的一个老年人呢 那么他的免疫力更低 简单说这些人呢更容易被感染 并且呢一旦感染之后更容易发展成重症 所以说提高老年人的这个免疫力是非常必要的 没错 那我们今天啊 节目的主题是奥米克戎 那我们的圈友也是更想了解 如果说啊 一旦我们得了奥米克戎之后 它的症状与原有的新冠病毒 或者是说我们之前的德尔塔病毒 感染后的症状 它们一样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感染不同的新冠病毒的症状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看大题吧 这个奥米克戎毒株 它的一些症状是发烧 干咳 喉咙疼 不会出现味觉和嗅觉的失灵 但是呢会极度的疲倦 身体酸痛 那刚刚啊 通过上面这几个症状的一些描述和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有明显的区别了 看来我们常说的这个德尔塔症状啊 它是更多一些 而我们的奥米克戎症状也是不容小觑的是吧 从刚才看到的临床表现来说 它们实际上有一些差别 但是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都是一个呼吸道感染的这样一个症状 那么有的这个发病的就是说多一些 有的症状少一些 那么从两种疾病的整体表现来看呢 就是德尔塔它引起的这个肺炎 重症的更多一些 但是奥米克戎呢 它临床表现的这个轻微不典型的更多一些 重症更少一些 杨老师其实呢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也是电视机前很多圈有特别想问的 就是啊 为什么最近这个报告上的数据来看 无症状感染者占比已经越来越多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引起的呢 需不需要我们引起大家的重视了吗 从这个奥米克戎来看 那么因为它的潜伏期短 那么它的这个纯末力强 首先就是隐匿性强 那么它的整个病毒的这个特征来看呢 那么它是在上呼吸道这个细胞中的 这个繁殖能力更强 对下呼吸道也说肺部的这个体系力弱一些 因此上呢 它更多的表现出轻症和无症状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存在之后呢 就更不容易给发现 所以说现在都会呈现这种一旦发现聚集啊 那么就这种多点这个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没错 所以说啊 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出现了疑似的症状 大家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尤其呢 现在正是这个春季流行病毒的高发时期了 很多症状如意出现一些混淆 出现的症状啊 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专业的医院来进行救治 我们现在正处于春季的护育道传染病的高发期 那么护育道传染病有一些病毒的可能也有一些细菌呢 和其他的这个疾病啊 那么普通的感冒呢 这样的症状也有很多很多种 这样的就增加了我们鉴别的难度 所以这个民众呢更要提高这个防护的鉴别这个意思 那么目前一旦有症状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去这个医院去就诊 特别是要把自己的行程 那么要告诉医生 以给医生提供很好的旅行病学这个资料 没错 由于奥米克戎在短时间内能够快速的传播 所以只有反应及时迅速 以快制快 才能够尽早通过核酸检测筛查出阳性感染者 并采取管控措施 阻止病毒传播链延长 避免传染更多的人 所以呢 我们在看到此次疫情当中啊 需要进行多轮的核酸检测 除了要早点做 还要反复的做 这样才能够揪出奥米克戎这个毒株 那么在这块呢 实际上大家可能有很多疑问 这么多的轮的核酸检测有什么用 由于现在这个病毒它前期短了 那么它的这个引力传播更强 所以我们要采取多轮次的这个检测 能够把一些引力的这样的传播的这个感染者呢 能够尽快的发现 我们采取的也是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和动态清零的政策 我们只有经过多轮次的核酸检测 才能尽早地实现我们的清零 使我们这个疫情能够及时地控制 在此呢 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姚老师 和所有在疫情防空一线的工作人员们 正是由你们的付出努力 才会让整个城市加起一道安全的防线 也期待未来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奥米克戎 尽早地应对风险降临 那就目前的信息来看 我们对于奥米克戎的研究 疫苗还有效吗 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讲 如果不接种疫苗 是否有感染的风险会更高呢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措 育后防腹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凉医好药 方先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堂 倒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欢迎回来 今天的健康朋友圈 疫情防控特别节目 为您邀请到的是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姚文清 针对奥米克戎 进行权威的解答 那么接下来 到了我们圈友的 问答时间了 有哪些圈友 对于奥米克戎 或是疫苗的接种产生了困惑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 编导小李 为我们发来的视频留言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你好杨老师 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 我跟我老公接种了 这个新冠疫苗的第二针 这马上要开始接种第三针了 也就是加强针 不过呢 最近这个新冠病毒呢 出现了变异 奥米克戎出现了 那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第三针 对这个奥米克戎 是否管用呢 我们现在这个疫苗啊 是针对所有的这个 就是病毒的这个基因形别呢 都是有一定的效用 那么不管是打完基础针 还是打完家庭针 为什么要打家庭针 就是说基础免疫 全种免疫完成以后呢 过了六个月 它的抗体就会逐渐的减少 到达六个月之后呢 这个还是应该进行加强 使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免疫保护能快速的反应 达到这个保护的效果 所以说尽快接种新冠疫苗才能建立起免疫防火墙 那在这里呢 也跟电视机前的圈友们通报一下 咱们辽宁省新冠疫苗接种已达到3600多万人口 累积9000余万计次 但是我省60岁以上人群 接种率还是不太够高 那新冠疫情防护的挖地依然是存在的 很多呢 老年人对于接种新冠疫苗来说 还是有很多的顾虑 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圈友赵奶奶她有哪些疑问呢 杨老师你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咨询您 我呀今天80岁了 我老伴85岁 我们俩呀都没摘疫苗 因为对我们的基础病 扎疫苗有什么影响 也不是不太清楚 我们现在呀情况是这样的 高血压呀 持药控制的比较好 基础病的持药控制的也可以 也较好 所以我们特别想扎疫苗 这个不扎疫苗太不方便了 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能不能扎疫苗 谢谢 那么对于这位老年人 他说他有高尾亚 冠心病啊 包括还有那个糖尿病 那么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 都是可以打疫苗的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国家现在新冠疫苗 没有绝对的经济症 只有一些发生过 严重的速发性的顾民反应的人 我们是不建议打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老年人的疾病 处于一个临床发展期 是没有稳定的情况下 是不建议打的 我们现在就对于患过肿瘤的病人 及老年人都是可以打疫苗的 杨老师另外还想咨询一下您 对于我们这些老年人来说 他们还有未接种第三针的 那对于他们来说 还有没有必要来继续接种这种加强针呢 对于这个没打加强针的这些人 包括老年人 我们是建议他一定要接种的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从我们国家 得到的一些信息情况 就是说有很多的这种突破的感染 特别是对手带这疫苗接种 可能有突破感染的这样的一个病例 就是说我们的接种时间久了 超过六个月了 那么他的这个免疫保护呢 在逐渐下降 老年人本身那个免疫反应呢 就比成年人比年轻人要弱一些 所以说超过六个月的老年人 一定要接种第三针 这样呢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老年人 是免于老年人中招 杨老师可能我们电视机前这些圈 他更加关注的是 像对于我们这些老年人来说 他们接种疫苗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呢 我们的监测系统大家看到了 现在这个全国呢 接种新冠疫苗达到了三十多亿剂次 那么我们省也达到九千多万剂次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疫苗的不良反应监测 目前看是远远的小于 其他疫苗的不良反应的 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啊 这年龄越大的老年人 越需要及时的来接种我们的疫苗 年龄越大风险越高 更需要疫苗铠甲 来保护免疫的屏障 也就是说新冠疫苗安全有效 老年人接种全家安心 杨老师啊 那我听说现在有一种这个词 特别流行叫做 蓄罐加强免疫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它适合所有的年龄段 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这个习惯加强免疫啊 是我们国家对一个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 采取的一种加强免疫的方式 大家知道我们前一阶段呢 我们国家用的这个疫苗啊 就是灭活的 也有这个重组蛋白的 也有这个就是腺病毒载体蛋白的 就是三种不同的技术路线 那么包括国外 它可能有mRNA的啊 这种情况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加强针呢 也可以采取就是说 同种技术路线 比如说我原来打的是灭活的 我还可以打灭活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临床研究发现呢 采取不同技术路线的 这个疫苗进行加强以后 那么它的一元加强的效果呢 可能更好 所以大家如果说 采取了一元接种的这种方式 那么对你这个快速的 建起免疫屏障 那么更好的可以选择一元加强 如果电视机前的圈友 您对奥米扣荣 或者是最新的疫情动态 有任何健康疑问 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电话 024-2318-6065 项目进行咨询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给我们进行留言 我们会第一时间来为您解答 让老曼芝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肺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联合研读呼吸病医院 共同当早 让安息息公益活动 想请请咨询 024-283-7999 北方海狗联合试金制造企业 并只生产了75度酒精消毒试金 原料选用纯净水 无刺无仿布制作 每一道工艺都经过严格把关 大尺寸一携带安全又方便 现在下单马上快递到家 同时各种消毒和个人防护用品套装 都是精选好价格好产品 扫描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 北方海狗直接购买吧 天一块是热心 加一块是爱心 第一块是清心 加一双公块多一份安心 使用公块快快有爱 你好 要一个蜜质烧烧 请吃会话 再帮我点一个白鞋鸡 先生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那好 我们先领这些 一会儿不够我们家机啊 好的 宝宝吃饱了吗 吃饱啦 吃下怎么多 宝宝姐姐 你好 我要一个大包包 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闪门 走进这扇门 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 穿过这扇门 在寂寞的坚守中 让青春闪光 跳出这扇门 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 守住这扇门 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 2022征兵大门 已开启 火热军营 精彩人生 欢迎回来 今天的健康朋友圈 疫情防控特别节目 为您邀请到的是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人医师姚文青 针对奥米扣荣 进行权威解答 那接下来 到了今天 我们的谣言粉碎机环节了 也请我们的姚指认 为最近热传的一些疫情相关的话题 来辨别真伪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 网传疫情发生地区域上空 会检测出新冠病毒 这种是真的吗 这种说法应该是谣言 不是真的 我们正常情况下 作为空气监测来讲 大家可能都知道 气象的这种监测 一定要在有一定的时间性 要做一些沉降的 那么我们做的最多的 应该是空调的过滤膜 但是不会说 大气中接点就会去检测 而且这种也基本上 不会查出这样的阳性的 那刚刚我们的姚老师 也给大家辟谣了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条 接收到短信说 快递可能存在新冠病毒污染风险 快递阳性会传染给人吗 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说法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来说 特别是我们买快递的人来说 这个也是一种谣言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说快递小哥有感染 那么前提就是说 他多次反复地接触了 这个阳性的快递件 那么我们就拿了一份的 这个快递件说 我们如果还有一个保护意识的话 也不太会感染 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没有一个人说我接收快递我感染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包括海鲜的问题也是这样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第三条 奥米克戎传播力这么强 我们以前熟知的防疫的三件套 防护的五孩药 不管用了 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这种说法一定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为止对于护医道传染病 那么这个防疫的这个三件套 也就是说还有这个防护五孩药 还是非常有效的 不光是对这个奥米克戎这个疾病 对所有的护医道传染病 都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措施 谣言变真假防控莫防松 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给大家科普了 奥米克戎最新的疫苗接种要求 以及许多容易模糊的防控要求 如果电视机前的圈友 您对奥米克戎或者是最新的疫情动态 有任何健康疑问 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电话024-2318-6065 项目进行咨询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 梁氏健康朋友会给我们进行留言 我们会第一时间来为您解答 特别感谢我们的杨老师能够做客 我们的健康朋友圈 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科普 疫情防控责任在于我们每一个人 科学合理地做好防护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我们一起加油 大家呢 应然要保持警惕之心 时刻做到科学防护 加上我们现有疫苗的这个加持 从我们既往对传染病控制的经验来讲 真的离我们战胜新冠疫情 又前进了一步 在这个时候 我们仍然要保持 对新发传染病的戒备之心 我们再坚持一段时间 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非常感谢我们的杨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那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